来到海科馆公厕 上完厕所冲水 怎么马桶水质竟然出现淡黄色 这些水经过我们的管线回收之后 会回到海科馆的中水槽去 不仔细看一旁公告 还真的以为马桶的水质出现了问题 原来这是一项省水系统 它可以把我们使用多少量的毒素 回传到我们一台电脑里面去 做一个统计的数据 所以这数据是蛮准的 因为它sensor感应很灵敏 它每15分钟就会抓一次它的数据 所以它的数据是相当准的 它会有颜色 黄黄的耶 来到户外一打开水管的开关 原本有淡黄色的水柱 立刻变得透明干净 这是神奇的系统 背后可是有着浩大工程 水量到三分之二水沟满的时候 它就会开始收比较干净的雨水 收到这一个雨布满桶里面 那这个桶子装满的时候 它有效容量是一吨 所以每次装满 我们就可以提供一吨的雨水 然后透过这一颗马达 然后以及这边的过滤器 就从后面那个箱子 就可以到后面幼稚园的厕所里面去使用 隐藏在海客馆角落的黑色大水桶 就是处理雨水的中继站 每当下雨时它就会像存钱桶一样 把雨水储存起来 再透过管线的加压运送 提供了多方面使用 省水的同时也在省电 包括我们的中水系统 一起使用的话 我们一年可以省4000到8000吨的水 这个水量是很惊人 而且目前就那个经济部水艺署的公式 那一吨水可以换0.7吨电 所以虽然我们省电的方面 没有办法跟中南不比 但是我们省水的部分是很有成效的 我们一年要用8000多吨的水 那个是相当可观 那现在有超过五成以上的决烟 这是很好的一个示范效果 那因为我们在做那个教育的一个工作 那我们这样的一个成熟的一个经验 做对这个教育的扩散 其实取得很大的一个效果 趁着好天气 来到海科馆大楼顶楼 放眼望去 好几个地方都设置太阳能板 上百片的太阳能板整齐排列 这些都是省电的最佳小帮手 我们因为用电 包含我们海洋生物的一个使用 那用电量也非常非常大 那现在那个一年发出的那个 28万度电的那个节约 这也是对整个那个示范 带来很正面的一个效益 那我们虽然没有直接 这些发的电是直接用到海科馆的电网 但是业者是有提供我们20年屋顶的那个 防漏水的保固 那我们海科馆 假如说自己编列预算的话 以这一片屋顶来讲 我一年至少要编列50到60万的维护费 那假如真的有施工的话 那一片大概 光是一片场域大概就是100万起跳 虽然我们没有直接想用到这些店的好处 但是这个屋顶它架设在这边 它下面的温差 就是可以差到三四度 那我们的空调用电量也会相对比较省 全球暖化 水电资源珍贵 海科馆多管旗下 不仅省水又省电 落实节能减碳善用资源 成了推广科学教育的最佳示范博物馆 记者 黄少民 金融报导